爸爸推大喊 每天在家裡看到爸爸媽媽都很晚 而且他們看起來很累 我想要幫他們 工地很危險 因為熬不過他 我就讓他來了 他來的時候就來幫個紅磚也好 繩子丟給我 抬一下 爸爸媽媽做很多工作工作到很晚 我希望他們不要再為錢辛苦 可以早一點回來陪我 早一點睡覺 我就可以睡在他們中間 爸爸推大喊 這裡 每天在家裡看到爸爸媽媽都很晚 而且他們看起來很累 我想要幫他們 工地很危險 因為熬不過他 我就讓他來了 他來的時候就來幫個紅磚也好 我會想說為什麼會過成這樣 怎麼會這麼辛苦 然後身上沒有錢 小兒子又想說我要吃什麼 因為最近大環境的關係 突然有些工作都停掉了 也是要努力去找工作 就是沒有收入 不要再出去了 媽媽媽姐姐我還來了 哥哥比較好 媽媽叫我顧他 不然怕那個 哥哥出去會有問題 因為他哥哥 也有一點遲緩 跟我老婆一起去工作 他也是會顧到他的哥哥 因為你現在吃這邊有蛋 媽媽妳有沒有好意 我有一次我人不舒服 我跑去睡覺 來問我說媽妳有沒有怎樣 妳沒事吧 那時候媽媽把手不舒服 我很擔心他會死掉 我就在他旁邊一直顧他 給他量耳溫 然後給他倒水 希望他趕快好 我們辛苦也沒差 就是怕孩子就跟著我們吃苦這樣 怎麼會髒的為了那個 沒有錢 沒有工作會吵架 還好我小孩子很懂事 他知道說爸爸媽媽上班很辛苦 沒有什麼錢 他不會說要求說一定要買什麼東西 也因為想到我們家裡 所以在家的時候 大部分是做一些大人做的事 有時候我會擔心他這麼懂事 忘了自己還是一個孩子 繩子丟給我 抬一下 媽媽今天爸爸要給你回來 可以加上次嗎 好晚 爸爸媽媽做很多工作 工作到很晚 我希望他們不要再餵錢辛苦 可以早一點回來陪我 早一點睡覺 我就可以睡在他們中間 爸爸吃魚 爸爸吃魚 好